好的 各位親愛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那隨著我們創辦人已經進入會場 我們今天的科技經濟 日本開拓之旅的成果報告 也要正式開始了 趕緊讓我們歡迎 永齡基金會創辦人 郭台銘 郭創辦人 歡迎郭創辦人 也請創辦人進場 那我想大家剛剛也看到我們今天的流程了 我們今天流程分為兩個部分 上面呢就會是我們的成果報告 接下來才會是媒體的這個QA時間 那首先我們剛剛流程也寫到 一開始我們將要進行唱國歌 所以敬請全體肅立 也有請創辦人脫帽 面對國旗即國父以上行禮 唱國歌 唱國歌 歌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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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父遺囑 國父遺囑 余智利國民革命 凡四十年 其目的在追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 據四十年之經驗 深知 欲達到此目的 必須喚起民眾 以聯合世界上 以平等對待 我之民主 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向未成功 反我同志 務須依照 與所駐建國方列 建國大綱 三民主義 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繼續努力 以求貫徹 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 以廢除不平等條約 由須於最短時間 促起實現 世所 自屬 尊文 接下來有請郭創辦人針對這一次的科技經濟日本開拓之旅進行成果報告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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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這一次呢 我叫一人三天的行程 來 我麥克風 這樣可能聲音會比較清出一點 在這三天的緊坐行程中 我很榮幸的能夠和好幾位 日本政治界 企業界 重量級的人士見面 就許多的問題深入的探討 交換意見 前日本首相馬生太郎 他是我十一多年前的老朋友 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 秋生田光一先生議員 前法務大臣 聲音界眾議員 安倍晉三的經濟產業大臣 甘利明議員 他們都是內閣大臣 但是同時又有民意基礎 而且又具有專業的技術官僚背景 再加上金團產業的代表 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副會長 九寶田正一 我們談了很多議題 包括到日本正在急起直追 下次再的半導體產業 以及全球關切的能源危機 目前日本大概九成以上的能源都靠進口 在311大地震之後 他們能就由甘利明提出來 保留20%的核能比例 不會低於20%的核能比例 這一點讓我覺得 一個受三十一大地震 這麼樣 嚴重的傷害的一個國家 能就有這個議員有感提出來 他能就是高票當選 在今天能源的危機 看來他這件證件是對的 他能保持20% 但是他們做能源的同時 並不是只是買設備進來 他們同時從核分裂到核融合到核安全 我覺得他們都胸有成竹 還有攸關下世代的電動車產業的未來 下世代的電池的技術 儲能的技術 材料的開發 全球電池材料 到底在多少國家有多少運常 運常量 不管是鋁啊 不管是這個 現在下一代的新的材料 他們都有完全的完全的 他們五大商社 專門在做這個佈局 還有分佈的國家地區 有哪一些 是他們去投資的 有哪一些運常量多少 是他們要開發的 所以五大商社 最近收到很多的投資者的青睞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涉獵全世界稀有金屬 以及特別有金屬的開發 這些資源整合 都是由日本的金團聯來執行 下一張 這是一套有效的整合 這是一套有效的整合 行政立法 產業需求的值得參考的運作系統 產業行政立法 我發現 日本的政治領袖 不僅 要懂政治 懂選舉 懂民意 要懂經濟 懂技術 懂產業 懂立法 懂資源 懂預算分配 因為他們的眾議員都可以兼 他們各地方的大成 像甘利民 就做過兩次的 金財省的大成 而且具備內閣專業大成的歷練 這一點 與我們台灣 是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我跟大家討論到 在政界這些 商界的重要領袖會談中 也包括了 到談到了少子化 高齡化 等社會的議題 那然而 談的議題的過程 都常常被中斷 另外 他們現在最關心的 我們 最關心的 不滿而合就是 台海安全 我相信 台日雙方 人民和政府 都有共識 我們是 亞洲命運共同體 霍福與共 我知道 大家 今天來都很關心 我選總統的最新進度 其實 我已經在過去的一兩年之間 憂心忡忡 心中有兩個問題 一直在思考 我一直在準備 第一 台灣的未來 在哪裡 第二 中華民國 需要 什麼樣的 總統 在這段時間中 我投入了最大時間的資源 具體尋找問題 與解決方案 我認為如果不能確定自己能夠 充分 回答這兩大問題 並且說服台灣的民眾 接受我的答案 我是不會站出來 表現承擔的 在三個方向上 我自信 我提供 我能夠提供 台灣未來 最有價值的領導 第一 台灣可以擺脫 我目前的一種錯覺 以為我們只要在 中國和美國之間 選邊站 在中美競爭中 被兩大國擺布 我看到的今天是 大談判的時代 如果有一個對的領導者 台灣可以利用我們的優勢 腳踏實地走出一條 心中間 自己的路 第二 台灣 可以有尊嚴的 變得更安全 安全與尊嚴並不對立 但是 要尊嚴就要有實力 而經濟是 這個 經濟是尊嚴最好的基礎 第三 台灣目前站在 可以開創 到科技島的門檻上 問題 在於政治 拖累了科技 與經濟的 發展 有了對的政治方向 這條路可以走得更寬更平 所以 我目前報告 就到此 下面我們來 來進行Q&A 好 謝謝 謝謝創辦人 那因為今天我們記者會 刑事的內容剛有提過 已經有很多的媒體提出提問單了 那我們來統一會整 剛剛也已經 拿到大家的問題 那我發現不約兒童 包括台視 東森 聯合報 年代一電視 一瓶 三立 TVBS 大部分的媒體 都提問了一個問題 也是我想也是這幾天 可能新聞熱度比較高的 大家都想請教一下創辦人 就是說這兩天的新聞 甚至可能就是您不在台灣的這段時間 一直有說其實國民黨 早就已經有內定 而內定的人選就是侯市長 那您有沒有覺得 我發現很多媒體寫到被先人跳 或者是覺得不公平 還是被騙或被突襲 因為媒體比較多用的是 大概有五家媒體都是用先人跳 這樣的字眼 所以我就如實陳述 那我請創辦人來回答 是 這個 我太太在做 這個問題我最好不要回答 這開玩笑 我的回答是 不會 因為 我跟朱主席跟國民黨的朱主席 以及黃建人民主長都有非常暢通的溝通管道 而且最近我的民調也一直在上升 我相信朱主席會很公正的 爭招民調最高的人 因為最想要讓國民黨勝選的人 就是他 這樣回答可以嗎 是明白 那下一題 第二題 其實也跟前面這個國民黨中央有些關係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黨中央有跟您提到說 什麼時候會進行民調或者是徵召的日期 是不是有媒體寫到說六月份 會不會覺得有一些晚了 這樣 董章 黨中央還沒有跟我聯絡 不過我也是從媒體得知 大概在5.20之後到六月初 所以黨中央在這段時間 所以根據各家的民調 作為重要的一個 決策指標 所以我請大家 在接到民調電話的時候 就要表達 唯一支持 郭台銘 謝謝你 好 那如果說 創辦人剛剛因為聽起來是非常的有信心 對於不管是剛剛您提到的 民調覺得是往上走 是有信心的 但是現在呢 我下一題想要問 有媒體寫到說 其實有人 或是民間的聲音期待到郭弘沛 這樣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徵召您的話 您有沒有可能會邀請 侯市長來擔任您的副手 我想 在這一次 這個2024的專門選舉 我目前來講 我對兩件事情很有信心 第一件 是對於 2024 在野大聯盟 能夠贏得大選 我充滿信心 也對 朱主席 能夠為 在大聯盟 找出最強的候選人 我充滿信心 在這兩大信心之下 我想這些問題 都很容易解決 但如果反之 因為也有民間傳出一個聲音 那就是相反 那就是 侯郭沛 那有這樣的聲音的話 您怎麼來看 我還是 這兩個信心 第一個 我對於 在大聯盟 贏得2024的 選戰 我有絕對的信心 第二個 有位朱主席 能夠為 在大聯盟找到最好的候選人 我充滿信心 所以還是這句老話 在這兩個信心之下 我想 所有的問題 他都是容易解決的 那我還要問一個 因為您剛剛一直提到有信心 那您對您自己 最近的民調 當然有贏的 那可能有些也許是 在落後一些的 您怎麼樣來看 您自己對自己的信心 我想 我在信心 我剛剛已經在 日本的訪談報告 美國已經談到 我最近一年多 兩年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從我自己買疫苗開始 我就發現到 我心中 是不是都有人民 我們 我們 人民選出的政府 人民選出來的 總統 他要不死無時無刻的 不再人民 不再提為人民的生命財產 必須負起他最大的責任 美國如此 中國如此 全世界的政治領袖都如此 所以一個 總統 必須心中 要有人民 第二 要考慮到 我到底能夠為人民 做些什麼 我到底能夠改變什麼 沒有錯 大家都說 我是政治的新兵 其實 政治的新兵 可以學習 但是 改革的決心 我對自己 是充滿信心的 好 那我聽到 那個信心的宣示 那下一題我想應該也會是 您比較自信的 關於經濟層面的問題 那有媒體有問到 他這個是國際媒體 有講到這個中美的科技戰 另外 那也提到說 那如果陸方在 星期二的時候 突然宣布 啟動貿易調查 那被解讀是 中斷ECFA的起手式 那您對陸方行為怎麼樣解讀 還有您對 我們的經濟部的處理的 步驟合格嗎 怎麼解讀 我希望這一次 貿易調查的結果 最終不會導致於 中斷ECFA ECFA已經施行了13年 為台灣省下了 2600億的關稅 中斷ECFA 對台灣的 傳統產業 農漁業 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這也凸顯了 兩岸 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民進黨在這方面 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必須回到WTO的架構上 來處理 經貿活動 是一個互利互惠的行為 靠單方面的讓利 它是一個不可持續的 很高興 中國大陸 願意依照 WTO的規範 來處理 兩岸經貿的行為 我覺得 是理性的 所以我希望 中國大陸 將來在兩岸的各項問題上 都能夠依照 理性的態度 來處理 這是我的看法 是 謝謝創辦人 下一題 第五題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人民出現的也是 稍微比較敏感一下 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因為最近也有很多的媒體報導 那就是柯文哲 您最近有沒有跟他見過面 有沒有談任何合作計畫 或是合作可能 還有也有民間的聲音說 那郭柯沛有沒有可能 柯文哲主席 我們是個老朋友的 那麼 我們 有 非常順暢的溝通管道 因為他出國 他只要找我 他就找到我 我出國要找到他 都可以找到他 所以我們溝通是很順暢的 那麼 我預祝這一次他美國之行 能夠順利成功 回來 我當然會找他好好的聊一聊 跟他交換一下 我們彼此之間 在美國之行 的一些 心得的交換 柯市長是一個 非常 有領袖魅力的 而且具有 八年以上的 台北市行政首長的管理的 這個專才 他青年 他努力做事 那麼我認為 我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學習 這是我的答案 好 那創辦人 因為您剛剛講到您跟柯文哲 是溝通 沒有障礙的 溝通都很方便的 聯繫沒有障礙 那我額外問一題 有媒體朋友提到 TVBS問 還有另外一家 我現在沒有翻到 他在講說 您跟馬英九溝通上 有一些問題 是不是屬實 好像聯絡不上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的秘書把我手機給沒收了 不然我現在可以打個電話給他 來證明一下 他會不會接我的電話 我想 媒體的報導 都是 被我們的鞭策 被我們知道 我相信 這個 很多事情 謠言是 將來會不攻之魄的 我們今天重點都在這裡 謝謝這個問題 好 第六題 也跟馬前總統有關 那就是您之前出訪美國 又出訪日本 那會不會也跟馬前總統一樣 下一步訪問大陸 我暫時沒有這個計畫 但是 只要為中華民國 有益的事情 只要為兩岸和平 有益的事情 只要對兩岸的經貿交流 有益的事情 我都會盡我的全力 去推動 去執行 我希望 兩岸能夠朝著和平 經濟的發展的路 來向前進行 這是我的回答 是 謝謝 下一題 第七題我們想要問一下 那就是最近其實 還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國民黨立委部分選區 要來進行初選了 那您有沒有可能會現身幫忙站台 會 我非常了解 所以 2024年 政黨輪替 如果 國會不能過半 我們必須要讓國會過半 所以只要是非綠的朋友 我們都一定會支持 我一定會提他們站台 但是 我也要遵從 黨中央的指示 應該跟隨去站台 只要 我講過 黨中央指示 我一定盡我的全力 現在我反正 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到各地去 把我的經濟成果 科技的經驗 這個台灣的產業的未來 我最近就好幾場 要跟台中 高雄的中小企業 我剛剛沒有給大家報告 其實我到日本去 我看了很多中小企業 這些心得呢 在今天的記者會 時間不夠 然後 我在後面的幾場 我剛才講 我們在加拿平均會 一個禮拜 兩場的速度 不但下鄉 我順便 因為台灣 我講過 和平要靠尊嚴 尊嚴的後盾是經濟 經濟的實力要靠科技 如果這些沒有 我們取大的和平也沒有用 這樣回答可以嗎 是 所以您剛剛也提到了 會接下來出訪美日 然後暫時沒有訪中的這樣的計畫 那接下來大家也想問說 那會不會 針對立院的這些國民黨團 國民黨籍的立委 來進行請益之旅 當然我要請益的對象 是 國內 我們 政界的 大佬 狼營優先 柯主席也是大佬 還有 有一些 過去 甚至於 有一些民進黨的大佬 比較中性的 我都會跟他請益 那麼另外 是政界的大佬 還有各地方 有政治影響力的大佬 我都會去請益 另外 對科技界的前輩 我們產業界的前輩 我都會向他們 來去請益 我們怎麼樣 把台灣 建設 從一個 可能 即將變成的 亞洲的彈藥 庫 變成一個 澳視全球的 科技島 這我想跟 這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來整合所有的資源 我有信心 這個工作 這是我推動工作最主要的目的 我有信心 只要集合台灣的 這些 產官學這些政界的領袖 還有 大家可以防造日本 防造世界很多先進的國家 我相信台灣 未來 未來 不是夢 好 今天我知道您待會還有行程 也是包括了有這個 請益之旅的行程之一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目前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麽是不是最後 再跟大家信心喊話一下 在跟媒體自協之前 還有沒有要信心喊話一下 是 我是希望 我希望 全國兩天上班的同胞 對郭台銘要有信心 我要用我 逼生累積四十幾年的人脈經驗 所累積出來的智慧 結合台灣所有重要的力量 我們為台灣的未來 建設 貢獻我余生的 全力 今天在座還是 再次的感謝各位 來歷領指導 您的指導 您的這個批評 就是我成長的養分 我在這裡 還要跟各位鞠躬 好那因為今天真的媒體有非常多問題 包括長招的點鈴 全球供應鏈 等等的挑戰佈局 那之後 創辦人呢 他也會 來針對這些 來做後續的回應 不論是在臉書上 或是在日後 他的記者會裡頭 他都會陸續再來跟各位說明 今天沒有辦法一一的全部打完 因為接下來我們的創辦人還有其他的行程 再次感謝 再次謝謝創辦人 我們的媒體記者會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